新郎新娘, 交拜天地 請你, 白堂主 各位, 今天是閉教的教主 和俄薇派的掌門人 成親的大好日子 趙姑娘剛臨到賀 畢竟是我們的賓客 請各位看在明教和俄薇派的面上 將以往的過節暫時擱置一邊 請免對趙姑娘無禮 走我就不喝了 今天我來 有幾句話要跟張教主說 說完之後我就會走 趙姑娘, 有甚麼話 等行禮之後再說都不遲 行禮之後已經太遲了 趙姑娘, 我們今天賓主盡歡 請姑娘你自重 虎大師, 似乎有人要跟我動手 你會不會幫我 郡主, 世上不如意的事實在太多了 既然是事實 你何必勉強呢 我就偏遠勉強 張無忌, 你是明教教主 男子學大丈夫 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我說過的話當然算數 那當日我醫好你余三伯和恩六叔的性命 你曾經答應我做三件事 是不是 沒錯, 當初你叫我幫你借屠龍刀 你現在不單見過還偷賣 屠龍刀在哪兒 只有金無師王借前輩才知道 你現在就可以親自去問過明白 如果姑娘知道我義父在哪兒 請你告訴我 我很想念他老人家 當日你答應我三件事 說明不違反武林合意之道 你就要服從 至於屠龍刀 沒錯, 我已經見過 但是寶刀不見了 就與我無關 你不知道內情慧也不怪你 那這件事就當你做妥 那第二件事呢 我當然會說 不過你當著這麼多位 天下英雄豪傑之前 千萬不能言言無信 這場當然 齒姑娘, 你有事奉托閉教教主 如果是有約在先的話 莫說我閉教教主會答應 就算閉教上下 都會揭盡全力 願為姑娘效勞 趙姑娘, 此刻 這只是本教教主和新夫人 參拜天地的良神吉時 任何事都應該各自一旁 請趙姑娘你莫再多方阻撓吧 不行 我要你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今天 不能跟周姑娘拜堂成親 這件事就是我要你做的第二件事 至於第三件, 讓我想到再告訴你 此事書難從命 那你答應過我的事就不算了 趙姑娘, 我們有言在先 我替你辦的事是不能違背合意之道 我和紫若有婚姻之仰 如果我答應你 豈不是背棄了這個義子 那你就錯了 如果你今天和周姑娘吃婚 何止不義, 簡直是不孝 趙姑娘 請你們說話慎重一點 我如何不義, 如何不孝 今天看了你的客人份償 我讓你三分 如果你再胡說八道 口出狂言 就不要怪我得罪了 那你就不答應我做另一件事 是不是 趙姑娘 是非得已希望你原諒 姑娘對我… 姑娘對我現在翻心意 我很明白 但是事到如今 只有請姑娘你看開一點 我張無忌一個穿越的匹夫 絕對不會 那好, 你就看看這是甚麼 趙姑娘, 你… 現在我要你做的另一件事 你到底應不答應 張教主你就自己想想 趙姑娘, 請留步 你要的就跟著你 要不就跟他在新娘子拜堂成親 男子漢這麼猶豫不拒 豈不遺恨終身 趙姑娘 趙姑娘 我答應你, 今天不拜堂 好, 那你就跟我來 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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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張無忌, 我希望你想清楚 免得太日後悔 義父代我恩仲如山 阿子, 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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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周紫若, 不雪此恨, 有餘此珠 周姑娘